中澳关系要破冰 那么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先飞了美国再到中国 这样的行程安排代表了什么呢 今天带您快来看 嗨 大家好 我们志日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聊澳洲 以前澳洲在跟中国交恶的时候 大家说你澳洲骄傲什么 澳客 但现在澳洲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最近澳洲的总理爱班尼斯 他做了什么事 他到了美国去访问 然后下一个行程 他就要到北京去见习近平去了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行程 我们看出了什么样的端倪呢 当然就是看去跟美国老大报告一声 然后我就要赶快去跟中国和好了 好 为什么澳洲当初 你看看这个跟中国交恶的时候 这个直接割习断义 断得一干二净 话讲的很狠 但是事后发现实在是没办法 中国的经济实在是澳洲很难以割舍的痛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跟大家看看 我们看到了澳洲 大家说他是一个也是天选之子了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自然资源 那当然这些自然资源呢之前他最大最大的买主都是中国 好了你这么这个很傲气的直接说我不跟你当朋友 后来你承受的经济苦果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在自然资源的部分 从2022年来看大宗商品的出口金额 在2022年呢大约是4670亿的澳币 然后到了2023年呢你看看中国的经济放缓 而且再加上之前我就不太跟你买东西了嘛 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当到了4600亿的澳币 直接呢往下掉了14%左右 然后现在继续预估 明年可能全球经济再放缓 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房地产产业 房地产产业需要非常大宗的一些这个钢铁材料嘛 那现在房地产没那么好啦 那你最大的买家也不太跟你买啊 那于是呢哎你看到了2024年现在的预估 他将会继续往下掉到3500多亿澳币啊 再往下掉12%左右啊 所以呢你看看他的每年的一个这个情势 是持续的在往下降 那对于澳洲来讲 他就是靠自然资源在外销 在赚大笔大笔的外汇支撑他本国经济的 那你说这一搞怎么办呢 这也难怪我们看到了当初 对中国最硬气的那位澳洲总理莫里森啊 他在下台之后换到了现在的这位爱班尼斯总理啊 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跟中国和好 这应该是他上任以来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了 当然当然啦在澳洲的立场来讲 呃他又是五眼联盟啊 这个中国呃这个你要跟中国和好 你要问问你家老大嘛 呃这个你家亲爸嘛对不对 这个美国到底同不同意啊 但是呢最近澳洲做很多事情啊 这个美国应该是看在眼里拳头都硬了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事啊 好这个先讲这个爱班尼斯不是提到了先到美国去 再来他要到中国去嘛 是在11月的4号他要访问中国要见习近平了 然后呢这是2016年以来 第一次啊再度出现澳洲的领导人来到中国拜会 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这个例子了哦 好那当然呢爱班尼斯啊他在上任了之后 我们刚刚提到他做很多跟中国和好的事 因为他的一个呃政治理念跟之前的莫里森 是完全背道而驰 莫里森就是非常强硬的抗中 那个时候我们都讲说他根本就是美国的马前卒 然后呢他抗中的那个力道跟那个态度 当初呢直接说这个COVID-19就是中国害的 应该要调查他哇讲的多么样的硬气啊 那后来你看换了爱班尼斯之后 他其实他的政党就是中间偏左的 他一向认为经济很重要 他也认为不需要跟中国如此交恶 所以他一上任之后马上就开始做非常多的动作 在和缓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哦 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 呃这个爱班尼斯他是在2022年的 呃这个5月上任的哦 那他上任的隔一个月6月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哦 就是呢这个澳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业巨部 叫必合必拓 他卖很多铁矿砂 然后呢在这个他上任的隔一个月哦 这个必合必拓哇非常大的铁矿砂船啊 运到了中国运到了中国之后呢 做是做了一个历史上流民的事情 就是这一船的铁矿砂用人民币交易 哇这对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呃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一来是澳洲这个对他很敌对的国家 再来呢是必合必拓这个全世界第一名的一个大矿业公司 然后呢居然直接用人民币交易啊 所以呢这是在爱班尼斯上任之后放行做的事情 用这件事情哎递出一橄榄枝 哎我们和好好不好啊 哎哎好像可以啊 所以呢接下来你就看到爱班尼斯 呃在他的一个总理任期当中 真的做了很多双方和好的事啊 我们互相来看看做哪些事 在中国方面呢 当然一开始你用人民币交易铁矿砂 哎呀 不错给你一个好宝宝贴纸啊 这个好像有点诚意啊 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澳洲陆陆续续 还做了很多松绑的事情 那中国当然也一样啊 你这个对我善意 我善意回应你啊 我们来看中国呢 陆陆续续就解封了很多 当初呢在这个中澳贸易战的时候啊 呃不买你的葡萄酒 不买你的牛肉 呃不买你的大麦 不买你的小麦 那现在一个一个全部都默默放行 比如说煤炭又开始买了 呃比如说小麦也开始买了 大麦呢在最近几个月又重新的 取消了那个惩罚性的高关税 然后葡萄酒呢 现在还依旧被克那个 百分之两百的一个惩罚性关税 但是中国就讲了 哦那我们会重新检视一下哦 嗯这个意思就是哎 好像有转还余地了哦 好像不错 那澳洲方面做了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善意继续的往前推进呢 澳洲方面呢 我们看到最近一件事情 哇这个事情非常大 大到美国傻眼耶 美国傻眼猫咪想说你有事吗 好什么事情哦 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个例子哦 就是在最近啊 我们看到了呃澳洲政府呢通过了 把他在北部的达尔文港 继续租用给中国企业叫蓝桥集团呢 那这个达尔文港非常有意思 达尔文港它是在整个澳洲最北边的港口 最北边的港口也就是最靠近亚洲的这个港口啊 那他往上呢就是太平洋岛国 然后再往上马来西亚嘛 所以呢很多人讲了这就是一个南海的往下延伸 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战略位置的一个港口 那这个港口呢 达尔文港它同时有军港 它有商港 它还有邮轮码头 那中国呢标下来的这个部分呢 是商务港口 跟这个呃邮轮码头的部分啊 是中国的这家叫蓝桥集团 它所标下来 那这个案子是在2015年 那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去竞标啊 很多公司都去竞标啊 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嘛 这个港口的经营权 那你既然都拿出来标 你不就是要给人家经营吗 好拿出来 那这个中国出的价钱最好嘛 这个蓝桥集团呢 他就出了一个价钱是5亿澳币 和台币大概是100亿 然后拿到了99年的经营权 不是说卖给他哦 是经营权 好吧这就是一个商务行为 然后呢后来当然这双方交恶之后啊 这个美国也讲 他说哎 不行哎 达尔文的军港 有美军驻扎在这里 同时呢澳洲他们的军队也驻扎在这里 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就在这哎 他说哎 我的海军陆战队在这 你把我隔壁的商务港口 然后呢 哎这个租给中国人 你对不对啊 所以就施压了澳洲 那于是澳洲后来那个时候 莫里森嘛 跟对中国很不好嘛 于是呢就开始重新说 你这个国安危机 然后不断的施压施压 要这个蓝桥集团 他自己退出这样的一个 这个租用的一个合约哦 好了 那但是呢 这到底有没有这个国安危机吗 因为刚刚不是提到 他就是经营商港的部分 跟邮轮码头嘛 所以呢在艾班尼斯上来了之后 重新针对这个案子 又重新再检视一次 检视之后呢就觉得 嗯没有国安危机啊 而且呢这个 在周边做了非常多的一些 严格的监督 监视的一些系统 他觉得你就是商务行为 这应该不影响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安全 所以呢就通过了 放行 继续呢让这个租约 让中国的这个集团继续经营 99年的合约继续走下去 但是美国看了就说 你怎么会让他通过哦 有一点不开心 不爽 老子不太开心哦 好于是呢很可能啊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让这次看艾班尼斯 赶快飞一趟美国 去跟这个拜登总统好好解释解释了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互相之间 包括了像中国啊 之前呢就有一个 这个华裔 但是是澳籍的 这个媒体人啊 那这个新闻记者呢 叫做这个陈磊啊 不是那个唱台语歌的陈磊 好是陈磊 好那他被扣了三年 那现在呢就放他 或是让他回到澳洲去 这也是一个善意 那在澳洲部分呢 本来他也针对中国的 这个锋利发电机 克了非常高关税 那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也放行了哦 所以你看双方之间的善意啊 越来越多 有一种要把当年流失的友情 重新找回来的一个感觉了 好那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中澳之间的关系 如果可以慢慢和缓的话 对于澳洲来讲 对于他的经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其实最近在澳洲呢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投资圈 今天的事情呢 带大家很快来看一看哦 首先美元很强嘛 那那美元强 我们就不用再赘述了嘛 然后有这个联准会的动作嘛 然后呢 澳币呢 倒是跌跌不休 一直在贬值 好那如果澳币在贬值的话 对于外来投资者 当然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我们就来看谁赶快冲进去了 好那当然呢 这个看到了这个美元很强啊 这个通膨啊 现在全球通膨呢 都还在一个高位上哦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了 赶快去买什么东西 澳洲的粉红钻石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这个通膨年代 以前大家觉得买房地产 但现在会觉得我要买 非常稀有的资产 才可以保值嘛 对不对 在通膨年代 然后大家最近非常流行 有钱人金字塔尖端 大家流行看粉红钻石 好这个粉红钻石呢 都非常非常稀有啊 但是你知道全世界的粉红钻石呢 大约呢 有90%都来自澳洲 特别又集中在澳洲的一个矿 这阿盖尔这个矿产啊 好那这个矿呢 其实最近呢 它关闭了 好那关闭很可惜啊 那里面有很多粉红钻怎么办呢 那就没有了 所以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阿盖尔矿里头的粉红钻呢 就变得非常炙手可热 哇这个价格一直往上炒 像最近呢 这Tiffany就买了35颗 她的粉红钻 哦哇真是奇获可取啊 很贵很贵 所以呢 这粉红钻是一个可以投资的趋势 另外我们就看到了 还有谁去投资了澳洲呢 微软 微软去投资澳洲当地的AI 那当然你以为说 他看准了澳洲有什么样 很重要的这个 什么样人才吗 哎不是 因为他还要去当地培养人才 他不过就是看中了澳洲 你自然资源很多 你天然气 你有油 你的电 嗯是不是可以在这里 好好被我利用一下 呃现在的这个AI伺服器 就很像当年的 呃这个挖矿机一样 他吃很多电啊 吃电怪兽 所以呢 这个到处去找那个 有很多资源的地方 很多电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哎我就弄一个这个伺服器资料中心 微软投资了50亿澳币 就投资在澳洲这个部分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到底啊 澳洲现在啊 他之前非常棘手的中国问题 到底算是解决了没有 这个中国难题 好我们现在呢 很简约的带大家来整个轮廓看一看 首先呢 呃有这个西方的一个媒体 这样形容说 他有一个私容手套 什么叫私容手套 就是有一点像怀柔的政策 呃当然你刚刚看到我们聊到了 呃他释出了非常多的善意啊 然后呢 这个本来不愿意通过的一个港口的租约 我就让他通过了呀 然后锋利发电机我也让你用了啊 然后呢 我还亲自去拜访你了 哎这够怀柔了吧 哎不错 我跟你和好 但是同时间呢 他也要顾及一下他的这个 美国轻霸的一个感受嘛 所以他就告诉轻霸说 你不用担心 呃这个中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澳洲经济发展 我会好好看着他 所以呢 现在的澳洲啊 在军事方面做很多布局 比如说呃你看到了他过去呢 这个澳洲啊 他的一个最厉害的火炮 最远只能打40公里 还打一个弱弱的 嗯嗯嗯这样 但是呢 他现在说我要跟美国买这个 最厉害的一个这个 这个飞弹 飞弹要打1500公里 这个我在这个地方 然后帮你看住中国 然后呢 你也看到 他就在这个达尔文港旁边 他说我要重新布局 我的军事部署 要让他更完整化哦 所以呢 他说这些呢 就是我的铁拳 所以呢 要美国不要担心了哦 那另外呢 他现在呢 看到了他的一个AUKUS啊 呃可以说 他把他的军事 几乎都压住在华盛顿了 那这一点呢 其实在澳洲内部 有非常多讨论 觉得你这样安全吗 呃你所有事情 都以美国马首是瞻 这样对吗 万一 万一 他们曾经这样考虑说 万一真的出现了 什么地缘政治的冲突的话 呃难道他真的要参战吗 这是目前澳洲 他们内部也在讨论的部分哦 那另外呢 就要看到像欧洲 现在澳洲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平衡策略哦 我要跟这个中国也要交好 那我也要跟着美国的脚步哦 用平衡两手策略 欧洲曾经也试图用这一招 但是呢 欧盟里头大家 呃这个意见不一啊 呃所以呢 有点做得不太好 他的平衡好像有点歪掉 比如说像是德国啊 就对中国很好嘛 然后呢 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对他颇有为辞 但是也像立陶宛 立陶宛直接就是惹恼中国啊 所以你在欧盟当中 你到底要怎么样面对中国 面对美国 哎 现在好像有一些 不是那么样的脚步 一起往前的感觉 很分歧哦 那对于澳洲来讲啊 呃接下来呢 当然有一些挑战 比如说呃 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本来他们要签一个贸易协议的 但是呢 在澳洲内部有非常多的一些 反弹声浪哦 认为你总要谈到一个好条件 才来签 那当然这都会影响到 跟欧盟之间的感情 再来呢 看到他找到了日本 日本呢 要跟他一起发展的是国防设备 他们要发展雷射相关的 用在战机上 用在这个呃 潜艇上 用在船上哦 用这样的雷射设备 他们要发展 再来一个呢 就是未来的地缘政治 台湾的议题 最近在澳洲讨论了很多哦 呃到底呢 这个台海冲突了之后 澳洲真的要跟着美国 一起参战吗 呃最近呢 这个澳洲的国防部长 讲了一句话哦 他说呢 即便是AUKUS底下 他去拿到了三艘的 这个核动力的潜舰 但是这不是交换 不是交换以后 台海发生冲突 他一定要站在美国这边哦 这番话背后 大家可以细细品味哦 这什么意思呢 很可能他的意思是说 未来就算真的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冲突 要不要参战 参战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是要回归到澳洲 他本国的自己利益来做决定 好 不过无论如何啦 今天是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这个澳洲现在呢 又重新对这个中国伸出了手 那这个习近平要不要握起这只手呢 我们就可以持续来观察咯 这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 我们下回见 拜拜